我们继续跟赵主纯教授来谈 中国大陆现在推动的一带一路 在这一次高峰会上面 我们看到有29国国家元首来参加 但是也有一些国家 其实对于一带一路是有些迟疑的 他们派的事项代表之类的 日本是派出自民党的干事长 中国大陆 美国是派出国安会的亚太资深主任来参加 不是一个部长级 这个都表示 其实他们现在还不知道 这个整个的计划 对他们来讲是有利还是不利 你觉得在这些与会的国家里面 一百多国 他们各自是抱持一个什么样子的看法 来看这一次 我们这样看好了 回到我们刚才谈到 就是那个上和组织成员 跟东协石家义的一个状态 事实上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平台里面 有一种国家的 有一种国家占的数量比较大 第一个就是他的社会经济的开发度比较低的 不管是开发中的或是低度开发的 这种占蛮多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他在民主法制或是民主制度发展这件事情上面 大概很长时间是受到人那个诟病的 像这些国家是实际上蛮多的 所以你看习近平在那个演讲的时候 他谈到那些东西 事实上就是 以前欧洲或是美国或是什么世界银行那些 所以要求你去做 他不会干涉内政 不会输出制度 不会采取什么博弈的这些东西 他那个就是跟美国跟欧洲这个正好就跟你切割 为什么切割 因为他面对的这些所谓的那些朋友 就是伙伴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要求他 你如果你要求跟美国或是欧洲是一样的话 那个在那个政治上一定会打非常大的一个折扣 好 接下来你看到前面的第一排那些 包括纳兹尔巴耶 福普 金 多干 或者是我们看到右边倒数地点的卢卡申克 他那些有一些国家 或者他在前面这些国家 有些是更正好跟美国或是这样子代表的某种意识形态 中间实际上是有些 有些不太 会有到反美联盟的程度吗 倒没有 但是只是正好看得出来就是 中国所主导的 如果它形成一个经济的一个联合体的话 它里面的成员和美国想要 组成一个经济联合体的话 它在那个政治意识形态跟文化 跟那个社会经济的那个发展程度上面 好像似乎是有些 有些区别 那这可能跟美国跟中国在国际事务上面和全球影响力 它中间有一定的这样子一个 一个相对应的一个关系存在 所以恐怕要再深入地去考虑进去 这一次其实中国在巴基斯坦投的钱是非常的多的 非常的大的 那它也把它当成一个重点项目 认为是一个战略上面可以拉的一个对象 这个像我不知道比如说别的国家在看 巴基斯坦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是其实以前中国跟巴基斯坦就有很长远的经济合作 这也不令人意外 但是这样子会真的能够把整个巴基斯坦 比如说我们举这个例子 巴基斯坦真的能够改头换面 变成一个新的现代化国家吗还是这里面是很难说的 那个巴基斯坦在中国大概被称之为巴铁啦 就是铁杆兄弟 铁杆兄弟就跟那个在东南亚那个柬埔寨 那个情况差不多 但是我们回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必须看巴基斯坦它那个政治运作跟政治制度 是因为它那个强人一直在那个地方才有可能这样子 对 那现在一个很大问题就是说在一带一路的这样的范围之内 它出现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法律上的一个稳定性问题 政治上的稳定性问题 还有文化差异上的问题 还有经济发展那个不均衡的问题 那所以把这东西放到巴基斯坦这件事情上面 目前也许巴基斯坦可以这样子走 但是如果哪一天巴基斯坦因为恐攻 或者它内部政变 或者军事出现什么状况 翻转一个政府 然后它又开始像美国 或者像欧洲这样子去翻转的话 它那个巴铁不一定会一直变巴铁 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就是所有现在目前很多人对于一带一路质疑的一个主要原因 因为它后面其实是一个政治性的决定 是一个基于战略性的考虑 那并不是基于一个市场经济的一个力量来推动的 中国跟巴基斯坦之间并没有贸易好到你投资一定有回收 相反的是因为你考虑它是你的战略盟友 所以才丢这么多钱进去 这个会不会到最后会注定一带一路一定会失败的一个原因呢 这个难说它取决于几个方面 第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国的经济成长率的问题 它现在百分之六点几 它自己中国大自己内部经济上面维持上面 事实上有些那个有点不太不太给力 那但是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以前那个八九甚至十的 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它现在到六点几大概已经到 已经是到极限 所以第一个要看中国大陆经济成长率 那么一路保持到6.5到7中间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它那个 你必须确保周边是安全无视的 就是不会有出现任何的一个变动 第三个就是你必须确保 就是全球化就是自由贸易这个概念 在短时间之内不会被反自由化 或反自由贸易这个概念给取代 必须这三个条件都能够 都能够那个存在 不然的话以目前情况上来看 它那个冒险的那个风险事实上是蛮高的 不过也有人从支持中国大陆 这样子做的来考虑的 就是说正好这个原因 跟你刚刚所讲的第一个原因是一样的 大陆的成长已经碰到天花板了 那就是6了 你如果继续要还能够成长 往里面看已经没有办法 一定要往外面看 那外面看你现在在欧洲 在美国市场上面竞争都非常激烈 而且你碰到的就是越来越要求 要把这个贸易利差要缩减的一个情况 唯一能够发展就当然只有往 所谓一带跟一路的这样子区域去走了 那再加上大陆现在生产过剩 然后它的油资非常的泛滥 再加上它如果一带一路 它是着重于基础建设的话 公路 港口 铁路 这方面中国大陆是做得非常的顺手的 他们大陆几乎都已经盖满了 现在如果是这样的能力往外输出的话 是不是这样看起来也有它的逻辑在 现在比如说在中亚地区好了 哈萨克几乎大型的能源企业 包括石油跟天然气 都有中国大陆的股份 那还有就是他们投资就是诱矿公司 那另外就是中国大陆要帮哈萨克在阿克陶 就是离海边的一个城市 开一个中国经济专区 那这是哈萨克 那包括基尔吉斯有铁路网 有公路网 有水电厂 杜三杯是火力发电厂 乌兹别克是三个 就是科学工业园区 那所以现在能够看的就是说 它的逻辑 它大部分做的是那个所谓的基础建设 那自由建设能不能在那个 本益那个成本上回收 大家都知道那个困难度是比较高的 所以现在唯一合理就是说 它在国内包括中铁 中石化 中石油 它的那个整个的所谓的它的那个产能部分 还有它的就业的那个机会部分 如果在国内已经找不到那么大的出口的话 它只好到外面去找 那外面找的话 像这些公司 它所能够找的就是那个相对来说 就是基础建设落后的地区 所以包括南亚地区 中亚地区 还有非洲 我们不能忽略非洲这一块 所以大量的是这样子去做 那它有没有考虑到就是说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种建设 它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 中方出的钱都比较多 甚至是完全由中方负责 包括材料 人力 还有消耗的所有费用 就是当地国事实上只要出那个出地 大致上就好了 然后甚至劳力都从中国大陆来 对不对 那它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比如说它中亚的时候 它会跟当地的政府说 那百分之几我会雇用那个当地劳工 因为你不雇的话 当地老百姓会反弹的 也就是说大部分看起来就是说 你应该说再看起来就是 在这地方有点类似像冤大头 就在经济效益规模 效益上面如果去 什么时候去摊平那个成本 然后甚至有那个 有回收 然后得到收益 都很难去计算出来 那现在唯一合理的解释 就是第一个就是 它的国家战略计划 它必须向外扩张 然后在内部的 它的那个过剩的部分 包括就业跟那个产量的问题 它必须得到一个输解口 目前看起来这是 蛮合理的一个说法 但是这里面当然最大的一个风险 就是政治风险 对 那老实说这个政治风险 我们等一下跟这个赵教授 我们在下一节来谈 尤其是在一带 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 这里面牵涉到的是中亚 以及前俄罗斯的很多共和国 那究竟莫斯科是怎么样看这个事情 这一次普廷也到了北京参加这个论坛 那他所提出来的 他反而是提出来的是欧亚经济联盟 他希望跟这个一带一路能够互补 这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待会来继续谈